今天消息称,拼多多将于本周四在美股正式上市,由于获得超额认购,决定上条IPO定价至22.8美元,相当于288亿美元市值,约合人民币1912亿元。 创下四年来最大中概股IPO,拼多多在2015年成立,成立三年进IPO,刷新行业记录,让外界电视到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来不及的威力。 在这之中,拼多多的80后创始人黄征功不可没。 据了解,12年前26岁的黄征和巴菲特吃了顿午餐,而此次上市,黄征的个人身价将达到近13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15亿元。 究竟黄征是谁?他是如何让拼多多在三年内成为电商黑马的?拼多多的实力如何?基金均为你一一道来,288亿美金的拼多多,活日买价达3.44亿。 根据自媒体,IPO早知道消息,拼多多将于本周四在美股正式上市,并将通过远程在上海陆家嘴举行求中一试。 据了解,拼多多IPO定价22.8美元,相当于288亿美元市值,相当于2019年预计净利润的37倍币盈率。 根据机构研究和IPO主题ETF供应商Rena Falls,Capital负责人的说法,拼多多将成为今年第四大交易,并将是过去四年来最大的一宗中概股IPO。 此前,拼多多项SEC递交招股书,计划一枚股16美元,至19美元的价格IPO,发行8560万股美国承托股票,代表3.424亿股ALAP普通股。 由于获得超过13倍超额认购,公司决定在价格区间上限的基础上在上调20%,定价22.8美元。 招股书显示,截止2018年6月30日的12个月间,拼多多GMV达2621亿元,活跃买加数达3.44亿。 作为一个创新和快速发展的新电商平台,拿出这份成绩单,标志这公司已经具备很大的规模。 招股书还透露,今年3月,拼多多曾以125亿美元左右的估值,完成上市前的最后一轮融资。 按照持有的拼拼多股权计算,拼多多CEO黄征,拥有持股比例,为46.8%,拥有89.8%的投票权。 红杀中国创始继执行合伙人审栏腾持股比例为4.1%,拥有0.8%的投票权。 腾讯持股比例为17%,拥有3.3%的投票权。 招股书披露,公司计划将40%的募资款,用于增强和扩大公司现有业务,40%的会用于技术研发,甚至资金会用于日常公司运营和潜在投资项目。 黄征,一路开挂了80后,成立于2015年9月的拼多多,用三年不到的时间,跻身全国电商平台前撒甲,完成了阿里、京东十几年的努力。 拼多多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个神话,而创造这个神话的人叫黄征。 黄征,1980年出生在杭州的一个普通家庭。 黄征出生草根,履历并不复杂,从读书时代他就是学霸,一路考入名校,保送大学,攻读硕士。 毕业后拒绝了微软进入谷歌,随后自己创业,然后搞出了一个拼多多,从小就是学霸。 1998年,黄征以优异的成绩,从豪州外国语学校保送进了悠悠等生俱乐部支撑的浙江大学竹科针学院。 主修计算机专业,并进入实任这大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赫的实验室。 据说,2001年他在这大上学时,某一天一个陌生人在MFN上加黄征,说自己是丁磊,正在研究一个技术问题。 当时,网易已经上市,黄征不敢相信一个上市公司总会主动联系自己,以为是骗子。 经过谨慎的接触,两个人坐在了一起,并成为了朋友。 黄征很轻松地解决了困扰丁磊十九的难题,那一年黄征大三,后来丁磊成了中国首富。 中国互联网也经历了一阵血雨腥风,但这一切似乎跟黄征没有关系。 2002年,本科毕业后,他前往美国维茨康星大学继续深造。 在丁磊的意见下,黄征认识了同样毕业于浙江大学的步步高集团董事长段永平,才华和学识瞬间被段永平认可,加之是兄弟关系,两个人逐渐也成为了好朋友。 黄征称,段永平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位博乐,进谷歌,和巴菲特吃饭。 2004年,获得计算机硕士学位后,黄征收到了几份offer。 在段永平的建议下,毕业后的黄征没有进入当时正如玉中间的微软,而选择了员工还不满千人的谷歌Google。 两年后,段永平又带黄征去进一个很重要的人。 2006年,有一天段永平到了美国找到了黄征,问他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吃个饭,黄征说,好啊,这顿饭是和一位老人一起吃的。 段永平花了62.01万美元,老人名叫Warren Buffett,又称虎神。 这顿饭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巴菲特午餐。 当年他26岁,黄征事后表示,这顿饭让他意识到简单和常识的力量。 这顿饭对我最大的意义可能让我意识到简单和常识的力量。 人的思想是很容易被污染的。 当你对一件事做判断的时候,你需要了解背景和事实,了解之后,你需要的不是睿智,而是面对事实时是否还有勇气用理性,用常识来判断。 常识是显而易见,容易理解的。 但我们各种因为成长,学习形成的偏见和个人利益的诉求蒙蔽了我们。 同年,2006年,黄征主动请求和李开复一起回中国拓展业务,建立Google中国办公室,之后谷歌上市。 据说黄征已经因为跟随谷歌上市而拥有百万美元身家,而当时的他才毕业不过三年。 创业之徒,2007年,黄征总Google辞职,开始了自己的连续创业。 从电系类电商,电商代运营公司到社交游戏,均获得不错的成绩。 最初的投资人依然是段永平。 拼多多已经是黄征的第四次创业。 2015年4月,黄征创办的水果升线类APP拼好货正式上线。 几个月后,拼好货的累计活跃用户突破千万,日订单量超过百万。 2015年底,拼好货进行了千万美金级B轮融资,主要投资方为高融资本与IDG。 2015年9月,在拼好货的基础上创建了拼多多。 2016年9月,拼多多拼好货合并,黄征出任董事长,与拼好货合并后的拼多多迅速拿到了B轮1.1亿的融资,成为电商领域的一匹黑马。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15年,BATF已经牢牢占据着各自领域的跑道。 可是,黄征却不仅仅选择了一个,而是选择了BATF中的三个作为竞争对手,阿里巴巴、京东和美团。 一开始,大部分人认为,黄征是在找死,可黄征用三年不到的时间,跻身全国电商平台前撒甲,完成了阿里、京东十几年的努力,成为电商领域的一匹黑马。 2018年7月,成立不到三年内的拼多多赴美上市,IPO市值达288亿美元。 黄征身价近前亿,仅次李彦宏,此次上市,按照持有的拼拼多股权计算,黄征的个人身价,将达到近13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15亿元。 而按照福布斯实时数据来看,位置中国身家超过135亿美元的仅12位,包括马化腾、马云、雷军、王伟、李彦宏等。 而80后身家超过他的只有1981年出生的,年龄36岁的碧桂原李洋慧言。 本月自中国基金棒,更多精彩资讯,请来金融界网站www.grjcom.cn。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